你还记得第一次接触刺客信条是哪一座吗 刺客信条系列最具特色的 就是一名海盗出生的刺客 只要是被他劫略的船只 无疑不是对方船长被他刺杀 导致船员纷纷举手投降 上天入地含耀号的恶民 想撤了整片加勒比海域 就连黑胡子萨奇等人 也要纷纷与他一起建立海盗共和国 大家好 我是修片狂魔 今天我们要讲的正是 刺客信条4 黑旗 爱德华 肯威 17世纪是海盗的黄金时代 因为当时英国和西班牙的战争 导致两国颁发了允许民间掠夺对方国家船只的许可 于是便有了海盗的前身 撕掠者 而当时家境贫寒的爱德华 则取了一位富家千金 但他却整天无所事事 嗜酒如命 他的行为让老丈人失望透顶 妻子的不离不弃 终于让他知道自己不能再这样了 于是爱德华准备去做一名撕掠者 他穷怕了 他下定决心要挣够自己十辈子都花不完的钱 妻子无奈之下也只好答应 就这样 爱德华成为了一名英国的撕掠者 但好景不长 没过多久 英西两国就结束了战争 爱德华就只能做起了一名海盗船员 可福无双至 祸不担心 就在他们一次抢劫过路商船的时候 商船上一名叫邓肯的刺客 干净利落的结果了爱德华的船长 紧接着就是船舱剧烈的暴涨 只有肯威和那名叫邓肯的刺客存活了下来 重伤的邓肯只能暂时服软 他愿意支付巨额的酬金 让爱德华护送他去古巴的哈瓦那 爱德华本就心地善良 于是爽快地送了邓肯最后一程 并穿上了他的刺客长袍 爱德华决定亲自去完成他的任务 在邓肯留下的遗物中 他发现了一封信和一块水晶 以及标注了刺客据点的地图 而信中的内容则是圣殿骑士最高大师托雷斯 愿意出丰厚的报酬来换取邓肯身上的水晶 见钱眼开的邓肯立马就背叛了刺客 准备去投靠圣殿骑士 恰好托雷斯并没有见过邓肯的样貌 可谁也没料到这种好事 竟被转运的爱德华给遇到了 而在岛屿的另一边 一个叫邦尼特的小胖子商人 被英军当成海盗抓了起来 于是爱德华以邓肯的名义救下了他 并和他一起结伴前往哈瓦那 到达哈瓦那以后 爱德华觉得自己还挺喜欢这个小胖子的 于是他将自己的真名告诉了邦尼特 之后爱德华前往了哈瓦那的总督府 在这里他结识了巴哈马总督罗杰斯 以及法国军火商迪卡斯 在将水晶和地图交给托雷斯以后 爱德华发现自己竟然稀里糊涂的 加入了圣殿骑士 随后托雷斯便说起了接下来的计划 他们要寻找西印度群岛上一座观测所 观测所里有着一个能够监控全世界的仪器 但这个设备的具体位置 只有一个名叫圣者的人知道 并且圣殿骑士此时已经抓到了圣者 决定将他带回总督府 就在第二天 爱德华与巴哈马总督罗杰斯 准备结伴前去迎接圣者的时候 小胖子邦尼特突然杀了出来 好在爱德华及时圆了过去 在和其余的圣殿骑士会合以后 众人终于见到了眼前这个长得像 德莱文的圣者 将圣者带回总督府以后 爱德华也获得了丰厚的报酬 足足高达100英镑 也就是差不多800块人民币 拿命跑了几百公里 结果没想到 圣殿骑士竟然这么抠门 只想搞钱的爱德华退一步越想越气 于是他将主意打到了之前提到的观测所上 只要能够将里面的仪器 卖给出价最高的人 那么他就能获得一大笔财富 趁着夜色 爱德华潜入了关押圣者的地方 想从他口中逼问出线索 可是爱德华却来晚了一步 圣者已经先一步逃跑 文讯赶来的托雷斯 将爱德华当场抓获 之后成为了接下球的爱德华 在一艘前往伦敦监狱的船上 结识了一名叫阿德瓦勒的狱友 两人齐心协力成功越狱 成为了船长 并将这艘船命名为韩鸭号 阿德瓦勒则成为了大副 见师爷开始有了起色 爱德华驾驶着自己的韩鸭号 前往了海盗聚集地拿骚 在这里他找到了自己曾经的好友 黑胡子萨奇 英国海盗本杰明霍尼格尔德 以及詹姆斯基德 在接下来的一段时间里 他们抢劫过往的船只 每天饮酒作乐 为了继续这种无拘无束的生活 他们以拿骚为据点 建立了海盗共和国 海盗们也迎来了真正的黄金时代 然而做海盗始终不能满足爱德华 想挣到巨额财富的欲望 他实在穷怕了 终日惦记着观测所里面的仪器 但黑胡子萨奇等人 只觉得这种想法 像童话故事一样不切实际 于是爱德华决定 不带这些没格局的人一起玩 但詹姆斯基德似乎知道一些线索 在基德的带领下 二人来到了一处小岛 在小岛的密林中 爱德华用自己的天赋解开了谜题 仿佛像是完成了某种试炼一般 随后基德指引爱德华 前往墨西哥的图鲁木 可就在到达以后 爱德华发现这里 竟然是刺客兄弟会的总部 基德也正是一名刺客 而刺客导师阿塔拜 也气势汹汹的出现在了这里 因为爱德华将标注了刺客据点的地图 出卖给了圣殿骑士的人 他的这种行为让阿塔拜非常的愤怒 但爱德华却满脑子都是钱 根本不会觉得自己良心过不去 好在基德声称爱德华有极高的刺客天赋 才勉强保住了他一命 随后基德带着爱德华 进入了图鲁木的神殿之中 在神殿里 他们发现了其中存在了几百年的圣者雕像 竟然跟爱德华之前见过的圣者一模一样 见到这一幕 爱德华更加确信了观测所的存在 当他们从神殿出来以后 发现圣殿骑士正在袭击刺客据点 于是爱德华出手帮助了刺客们 阿塔拜对此十分感激 可以不再追究爱德华的过错 但也表示图鲁木不再欢迎他 爱德华回到拿骚 又迎接了两位前来投靠的大海盗 查尔斯维恩和杰克拉克姆 两人为爱德华提供了之前那个 圣殿骑士首领托雷斯所在的堡垒位置 为了知道圣者的下落 爱德华袭击了圣殿骑士的堡垒 闯进了托雷斯所在的会议室 硬生生逼着他说出了圣者的下落 在经过了又一番调查过后 爱德华找到了圣者 可是狡猾的圣者 借着惊动首位的机会再一次逃脱 而在期间 詹姆斯基德竟然对爱德华坦白了自己 其实是个女人 他的真名其实叫玛丽 然而不久后 海盗共和国的情况急转直下 拿骚爆发了瘟疫 没有充足的药物和医护 对于这个小地方而言 就是一场灾难 一众海盗投资们想尽了一切办法 打捞沉没的西班牙舰队船只 发现药品已经变质 攻击英国皇家海军的战略舰一无所获 甚至绑架了查尔斯顿的平民 威胁英国政府给出药品 没想到英国政府直接无视了这些平民的生死 最后还是爱德华拼了命 才搞到了两项药品 黑胡子萨奇意识到了海盗共和国的灭亡在所难免 于是萨奇决定退休了 他只想自己在50岁之前能够安享晚年 并表示自己跟爱德华还会再见的 不管是在这个世界还是在地狱 而小胖子邦尼特本来是跟着萨奇的 但萨奇嫌他太菜 不愿意带他玩 于是邦尼特搞了一艘船 独自去做起了一名绅士海盗 当爱德华返回拿骚以后 英军上将张伯伦与巴哈马总督罗杰斯 率领英国皇家海军封锁了这片海盗乐园 他们发布通告 只要愿意投降的海盗就能获得赦免 于是第一个响应号召的海盗 便是本杰民霍尼格尔德 爱德华自然不会让自己的海盗生涯就这样结束 于是他与新加入的维恩和拉克姆 硬生生用火船冲开了英军的封锁 逃到了大伊纳瓜岛 在遭遇了这一连串的事件后 爱德华觉得不能没有黑胡子萨奇 于是他前往了萨奇退休的岛屿 萨奇见爱德华还在寻找圣者 于是告诉了他一个好消息 那个圣者应该就在一艘叫公主号的奴隶船上工作 说完萨奇便让爱德华不要急着离开 要好好地为他这次的退休庆祝一番 但一旁一个行踪可疑的人 引起了爱德华的注意 他悄悄跟在这个人身后 竟然发现是英军的密探 随着密探的信号 英国海军开始了围剿萨奇的舰队 爱德华赶紧回到寒阳后 帮助萨奇抵抗英军的进攻 可是萨奇的船员们已经喝到了神志不清的地步 只有一小部分人能够参与战斗 爱德华拼了命地冲到萨奇的战舰上 但此时身受重伤的萨奇已经无力回天 爱德华只能眼睁睁地看着 自有黑胡子萨奇战死 内心受到沉重打击的爱德华 回到寒阳号 唯一能做的只有逃命 而他们一手建立起来的海盗共和国 也随着萨奇的死彻底覆灭 爱德华只能把最后的希望寄托在寻找观测所上 于是他和维恩以及拉克姆寻找起了公主号的下落 但就在途中 拉克姆竟然在寒阳号上发动了叛乱 他准备将大副阿德瓦勒当奴隶卖掉 爱德华和维恩两人则被流放到了孤岛 经过了这次沉重的打击 维恩心态爆炸彻底疯掉了 等待几个月以后 爱德华留下维恩在孤岛 自己坐上一艘过往的商船 回到了大伊纳瓜岛上 幸好有玛丽的帮助 不但抓到了背叛他们的拉克姆 还救回了阿德瓦勒 重新掌控寒阳号的爱德华 始终放不下圣者的线索 他再次经过一番调查 跟着线索来到了普林西壁 而此时圣殿骑士 已经先一步俘获了公主号 爱德华见到了圣者 他决定和圣者一起 先解决圣殿骑士的人再说 于是爱德华救出了公主号的船员 杀掉了圣殿骑士队长 圣者趁这个机会 组建了自己的海盗团 见爱德华展现出了自己的能力 就对他说出了自己名叫罗伯茨 也愿意带着爱德华前去寻找观测所 在路上他们发现 之前向英国投降的本杰明 正在一路尾随 爱德华自然不会放过杀掉叛徒的机会 于是独自一人去刺杀了本杰明 做完善后工作 众人也终于到达了目的地 大副阿德瓦勒留在寒牙号上 爱德华则与罗伯茨来到了观测所的大门前 而这位圣者在达成目的以后 干净利落的解决了跟随自己的部下 只带上爱德华来到了其内部 终于在罗伯茨将仪器启动以后 能够实时监控的画面 呈现在了二人的眼前 只需要一滴某人的鲜血 便能看到他的一举一动 可没想到的是 罗伯茨趁着爱德华分心 将他推到了高台之下 自己则带着仪器逃走 就在逃出生天的爱德华 准备去找罗伯茨算账的时候 却不慎受到了重伤 察觉到不对的阿德瓦勒 也早就带着船员离开了这里 罗伯茨轻松就将爱德华俘虏 并把他卖给了英国殖民者来换取赏金 而在囚禁的过程中 爱德华见到了曾经在拿骚的好友 玛丽和安妮 但此时他们正在接受死刑宣判 好在两人已经怀孕 孕妇是不能被判死刑的 于是二人被暂时收监 经过了几个月的牢狱生涯 斯科导师阿塔拜前来营救玛丽 顺带也救下了爱德华 爱德华也返回监狱 前去营救玛丽和安妮 路上他还遇见了之前被留在孤岛的维恩 当他见到玛丽的时候 因为在监狱里恶劣的环境 玛丽在生下孩子以后身患重病 最终也没能走出这里 玛丽临死前还在劝告爱德华 让他看清自己盲目追求金钱带来的后果 而爱德华也彻底失去了 阿塔拜也将刺客符合装备还给了爱德华 老朋友一个接一个的离开了自己 爱德华内心也彻底崩溃 开始终日戒酒消愁 仿佛又回到了自己最初的样子 渐渐的他终于意识到了自己的错误 仿佛是见到了船长的改变 大副阿德瓦勒出现在了爱德华的面前 阿德瓦勒表示自己已经加入了刺客兄弟会 他希望爱德华能够前往图鲁姆的刺客据点 去弥补自己犯下的过错 经过了萨奇与玛丽的死 爱德华彻底醒悟 他来到了阿塔拜的面前 深刻的反省了自己 而这位四个导师也给了他一个赎罪的机会 之后与爱德华一起逃出监狱的安妮 接管了阿德瓦勒的寒压号大副位置 爱德华也开始了自己赎罪的道路 他前往金士顿 伪装成意大利指挥官 在一场宴会上刺杀了巴哈马总督罗杰斯 随后不远千里成功追杀罗伯茨 拿回了仪器 并再次回到观测所 发现圣殿骑士首领托雷斯正在这里 于是爱德华从高空跳下 将之刺杀 最后在众人的见证下 阿塔拜将仪器重新放回了观测台 未来刺客们也会封锁这个地方 直到另外一个圣者出现为止 在完成这一切后 爱德华觉得自己是时候回到家乡 与妻子重逢了 可是阿塔拜给了爱德华一周前 从英格兰寄来的信件 原来妻子已经在两年前因病离世 爱德华在离家之前 妻子就已经怀上了他的女儿珍妮否 而女儿也正在来的路上 离家此时已经十年的爱德华肯威 因为过于执着的追求金钱 一路上都在不停的失去 最后醒悟的时候 却已经几乎失去了所有自己在乎的人 或许正如小胖子临走前所说的那样 你对我付出的诚挚友谊 是我在这片大海上 所发掘到最珍贵的财富 比起黄金白银蓝木酒都来的珍贵 可惜当时被金钱欲望所蒙蔽的爱德华 并没有理解到其中的含义 人的一生是不断成长和失去的过程 在路上发现你想要的便想尽办法去得到 可生活总归是有定数的 有娶必有舍 它就像一座天平 当你盲目追寻某种事物的时候 往往你忽略掉的东西也会离你而去 而在成长的道路上 掌握这种平衡 或许才是我们现在该做的吧 故事的结尾 爱德华结束了自己的海盗生涯 并有了儿子海尔森 但爱德华却在之后 被一伙圣殿骑士假扮的盗贼 闯入家中杀害 而海尔森则被爱德华的好友 薄奇救走 但薄奇是一位圣殿骑士 所以才会发生刺客信条3的故事 我是修片狂魔 咱们下期再见